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红人馆,我是小范 今早起床就看到一条我认为好爆的新闻 原来这个星身不息已经选好了一批的参赛歌手 而且更加是开始了一些录影的环节 当然这个录影估计都不是比赛的环节 应该都是录定一些宣传片 至于这个正式开始在香港区比赛的时候 应该TUB自己都应该会大肆宣传出来 好了,今天这条影片会略略介绍一下这批歌手 因为人数都更多,所以都未必可以逐一去介绍 可能我会将它们分类地介绍 因为由于现在的传媒太多了 又有上网的,又有实体的,又还有报纸,又有电台 又有古灵精怪,很多不同类型的媒体 所以大家平时接收到的信息都很不一致 又或者可能你看开的媒体 可能他没有报道过这些歌手的东西 可能你真的完全未听过这些歌手的名字都未定 不像几十年前 大家接收的信息都是 从电视台、电台、报纸 所以当时大家认识的歌手 应该你认识,我就一定认识 现在就未必一定 有些人可能看上去,原来他唱歌 可能你都不知道 在这条影片之前,拜托大家 点个订阅,点个赞,分享给朋友 之前也拍过一条影片 去讲这个星身不息 当然,当时没有什么资料在手 很多都是凭自己的猜测 当时就估计很多里面的歌手 都是会来自这个 我们刚刚看完的《星梦传奇》 又或者是之前的 《超级巨星》 现在出来的名单 其实都有里面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是 《超级巨星》 会有谷雅薇 谷雅薇也是踢馆的身份 参加《超级巨星》 那麦林欣彤 和阿坤哥 那当然,根据报道 其实很多 这些参赛者 例如《超级巨星》的参赛者 大部分都有去参加 最终出来的名额 就是只有十多人 可能就是出了这批歌手 至于我们比较关心的《星梦》学员 当然就是我们的火星人 炎明熙 和这个有钱仔 阿Felix 林志乐 拿了他最近的《青春本》 这张照片来做 其实在这幅图里面 我大致分了是三类的歌手 或者可能大家未必一定会很认同 第一类就是 比较年轻一点的歌手 年轻是说 他们真的出到 做这个专业歌手的年份 是比较少的 所以里面就会有 Gigi 有Felix 有Mike 曾比特 另外就会有 现在的歌曲的主持 陶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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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参加《全民造星》的 当然 Mike曾比特 也是参加《全民造星》的 那两位名次都不是特别突出 如果大家有看《全民造星》都知道 其实那个比赛 真的不是以唱歌为主 只要他觉得可以捧你的话 他就会把你的名次提高 这个就是我对比赛的一个理解 尤其大家看到Archie 都在里面很早就出了局 相对来说 几十强已经出了局 也都可以看到 其实那个比赛真的 唱歌厉害 就未必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就是可能你是要够奇妮 又或者真的你的形象可能是很突出 给到幕后去捧你 你做一些可能出去拍广告啊 或者是跳舞啊 就是很多不同类型的技能 如果你是有的话 都有机会在那里 在《全民造星》的比赛那里 获胜 或者可以去到头两三名 但是你唱歌特别厉害 就未必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除了刚才说的那四位 算是相对年轻的组别之外 也都是有一些已经出道了 都有五至十年时间或以上的 一些歌手朋友 包括有林二汶 许正韵 小贝心 另外就有泳怡 吳叶 吳叶 坤哥 唐梅 和林欣彤 其实这里里面 都很多人 是 是 参加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比赛 而出道的 那 这里不逐一去说了 但是呢 他们中间里面 都有好几位 有一个特色 就是 他们会整天翻唱 别人的歌 就是他们的歌手 是不断是有翻唱过 其他不同类型歌手的歌 我觉得也都是 他们有这个 可能是自己的喜好 或者有这个习惯 就是会听其他旧歌 或者其他歌手的歌 去翻唱 那这个也是 参加这个星心不息 我觉得 最基本 你入围的原因就是 以往你是常去翻唱 其他人的歌 那到你再去演绎的时候 你就一定是熟很多 就是 和你本身可能 都没有听开其他人的歌 或者你没有听开旧歌 那你谋谋然去参赛 其实就是 入围的机会 就相对比较低 这个都是说 你平时的那个 那个练习来的 就是我认为 就是现在这幅图 入围的人呢 其实他们都是 以往都是 不断是有翻唱 很多 比较经典的歌 比如好像泳怡那样说 其实他以往呢 都翻唱过 很多很经典的歌 包括翻唱 张学友的歌 情信的歌 那样 但是也不是所有 一些歌手都会翻唱 其他人的歌 尤其是当拥有了自己的歌 之后呢 其实很多歌手都不会翻唱 其他人的歌 所以变了 其实你真的要 立刻去拿几首 你唱开 又很经典的歌 立刻拿去比赛呢 其实就真的不是每个歌手 可以做得到 那在这批歌手里面呢 我另外会做了一个分类 就是某几位呢 我认为他在編曲上 就是在参赛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能入围 可以去到国内参赛 那在編曲上真的有个优势 或者甚至乎 在香港都是有个外围赛 继续 还有个外围赛 才再去国内 正式拍摄的估计 例如他们本身在一些乐队 例如Suppermoment 他可以将很多 一些很平淡的歌 改成一些很rock的版本 这个也是令到他们在 选歌方面 会有 那个选择性是多很多很多 又例如是将一些很rock的歌 又改成一些很平淡的版本 另一个就是唐妹 因为他本身是唐兄妹 有乐手 又懂得作曲 又懂得填词 至于将一些歌 去改编一点 绝对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林二汶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作曲 另外他背后也有个林一峰 在做他的后盾 所以他在歌的改编上面 也是有个优势 当然有优势 也不代表他们真的会特别突出 因为始终我们在玩的都是唱歌比赛 其实这十几位专业的歌手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现在都用歌手的身份去参赛 你都不敢说自己不是专业歌手 唱歌好听 音准拍子这些咬字 其实大部分都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当然发音方面 谷雅薇会吃虧一点 尤其是之前那条影片都说过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先去选 一些你未学过的歌 去翻唱的话 绝对是吃虧的 因为你要重新去学一些 广东话的咬字 因为最近去看一些谷雅薇的访问 都听得出其实他的粤语 完全都是不合格的 就是我自己认为 当然他唱歌是ok的 但因为那个音 那个咬字的发音 真的要练了很多次 很多次 他才是很正常地发出来 但如果说你去参加比赛 可能你是真的手头上 你是起码要有 懂得超过一百首粤语的金曲 你才够班 可以上去 即是有一个这样的歌腹 最少一两百首 你才可以上去参加比赛 如果不是说 到时人家突然间要选 什么曲风 什么主题 你根本手头上 没有那些歌 你还没学过 你重新那一刻去学 可能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立即去比赛 哪里学得及呢 即是就算学得及 但是那个咬字的发音 都一定是存在着一个问题 而且那个发挥一定是没那么好 所以就 在这方面 谷雅味是吃虧的 但是他有的优势 虽然有不好也都是有好 就是他可以主打去唱一些 经典的 港乐的国语歌 例如可能是叶善文 王菲 张学友 刘德华 香港在八九十年代 其实都有不少一些很经典的 很经典的国语歌 他反而可以专打这条路线 看看是否这样 至于 譬如 许静韻 他已经长期在他自己的 网上的频道上 是翻唱 很多不同的经典的歌 也好 最近的新歌 就是其他歌手的歌 他基本上 新旧他都通杀的 他是翻唱了很多不同的歌 还有他自己会弹琴 可能他在编曲那里 可能都是有点优势 不过 看回他几年前 在国内参加比赛的片段 那个 声音 唱出来的时候 是比较紧张的 当然 经过了几年的训练 也是翻唱了 那么多不同的歌 相信 现在再参赛 一定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我自己是很期待的 和几年前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至于阿坤哥和阿Felix 其实他们的唱腔方面 是有点似的 是偏向高音的去唱一些歌 可能本身正常的男key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属于低音 所以他们主打 应该都是女歌男唱 这个就是他们可以杀出来的一条血路 女歌男唱 那阿Felix 一早也给大家看过 听过他唱一些 以前的女歌手的歌 其实真的有他自己的特性 另外 曾比特 阿Mike 今年的新人王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唱歌老师 所以他唱功方面 肯定是很稳定 之前也看过 他在 勁歌金曲 去翻唱 应该是翻唱 陳百强的歌 哇 那个实力 和 那个 穩健程度 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对他也有相当大的期望 至于 陶玉伦 本身是一个很小 就接受这个钢琴训练的一位歌手 也都是一个学霸 大家可以上网看他的资料 但是他真的是 因为他一直都是半公独的形式 去做一个歌手 所以又没有坏什么的代表作 到现在 也不是听过他很多次唱歌的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问号 暂时对我来说 我就不肯定他的实力是怎么样 至于林二汶 当然他的声音 我觉得在这么多位里面 他的声音 应该是属于最漂亮的那把声音 但是 漂亮 又是否真的可以 赢得到个比赛呢 这个又是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真的 以一把声 漂亮的程度 就应该林二汶 那把声音 是最漂亮的 在这么多人里面 那 看看他会选什么歌去唱 其实林二汶 都已经出道了 很多年 十几二十年 即是由17 去看他小小的时候到现在 所以他那个音乐 那个 歌腹 应该就比其他人 是多的 我自己认为 尤其他以前是做和音 即是出道之前做和音 应该都是唱过很多 不同类型的经典金曲 至于我们最关心的火星女神 Gigi又如何呢 我自己认为 Gigi应该都是会翻唱 我估计会翻唱梅艳芳 和王菲的歌曲 尤其他自己本身的声音 和王菲是真的有少少相似的 至于梅艳芳 就是一些很厚实 低音的位置 亦都能发挥到 Gigi的唱功 亦都不是那么多 女歌手可以唱到梅艳芳的歌 因为梅艳芳有很多歌曲的 Key是很低的 对于女生来说 其实是偏困难的 Gigi应该是可以做到 所以我认为她会打这个方向 主力唱王菲和梅艳芳的歌曲 其实在这十几位里 每个都有一定的实力 可以过到 在云云很多歌手参加的 一个外围赛 而进入到 我相信至少超过 五十个歌手参加 我自己估计 或者甚至更多 选到她们出来 幕后一定对她们有一个认可 除了唱歌唱得好听 声音容易辨识之外 也认为她们在翻唱这方面 是有一定相当不错的能力 可能也会看回她们 以往网上不同的翻唱片段 这也应该是她们 进入到的原因 至于出动到祖南做主持 其实这个节目肯定是 投入很大的资源去制作 我自己认为 也应该是铺天盖地的宣传 我们将来看看是否这样 大家又对这批歌手有什么期望 我们不可以偏心说 Gigi一定会赢 或者怎么样 因为始终很多都是前辈级的歌手 亦都是她本身的 可能参加比赛导师 所以我认为 那个机会都是平等的 不过我认为 如果以往是有翻唱其他人的歌手 他们上到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那个优势会比较明显 因为到时肯定是每个礼拜 可能都有不同的主题 或者可能玩男女合唱 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如果你的手楼上 本身是已经练熟了那些歌 你可以立刻拿出来去参加比赛 如果你突然间 例如星梦 我们之前都有看星梦的比赛 其实你看到很多歌 他们只有一周时间去练习 那种比赛模式 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意外 而且出来的质素 也不会是最完美的表现 但如果有些歌 你已经翻唱了十多年 你再翻唱 其实你已经是滚瓜难熟 你更加可以把那首歌 发挥到极致的水平 那这批歌手 某一些就肯定是做到这一件事了 那大家记得留句子 跟我讲一下 你们对这个星身不息的看法 那希望就尽快开始 kick off 因为我真的很期待 尤其看到两位星梦的小朋友 一个十八岁 一个十六岁 可以踏上一个这么大的舞台 可以让全国内的人去认识 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而且我估计 我估计五柯月都应该很大机会 代表国内那方面去参加 到时大家真的可以看到 五柯月队 严明熙这个画面 那当然是一个前撤 就是严明熙 要在这十几个歌手里面 应该是 我想他们还会再选多一轮 就是可能香港最后 可能第一半人可以上到去 可能五至六个 那国内又有五至六个 我估计是这样的形式去做 那希望Gigi可以代表到 香港这边可以上到去 那真的跟五柯月去砍一砍 那到时就应该的话题性 真的很强 那今天这条影片呢 就真的来到这里先了 那拜托大家订个订阅点 和赞分享给朋友听一下 那多谢大家今天收听了 拜拜